人这一辈子,从牙牙学语到生老病死,一生的时间是很长的,但是成人以后每个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努力工作,努力赚钱。 那么,有网友就提出了一个问题,人到了40岁的时候,手里有多少钱才算达标了呢?人类到了40岁这个年龄的时候,刚好是上有老下有小,一家子都需要照顾,生活的压力是最大的时候,我们一起来算一算这笔账,一个平平长长的普通人,到了40岁的时候,可能需要还房贷、车贷,那么一年就大约需要5到6万元。 如果还需要再还10年的时间,那就还需要50到60万左右,40岁左右的人,有孩子的话,孩子基本都已经上高中了,那么一个高中生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按1万元算,一个孩子上完高中大约要花费3万元。 万一一不小心又考上了大学,那么大学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一共大约需要2万元,大学4年就要花费8万元左右。 所以,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,至少要花费11万元,这还只是一个孩子的情况下,如果你的家庭有两个或者几个孩子,那么在教育上的花费就要翻倍了。 等到孩子学业完成长大成人了,很多家长是不是还想要给孩子买一套房子呢?首付至少也需要50万,最后再算上一家人的日常生活消费,医疗消费,各种随分子等等。 一年下来至少也需要8至9万元,10年就需要80到90万元。这样全部算下来的话,如果你想要在40岁后,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,那么你至少需要有191万元存款。 看到这个数字后,你觉得自己达标了吗?但是,古语说,40而不获,也就是说人到了40岁,可能就已经看淡了物质财富,看开了金钱名利。 唯一的心愿可能就是希望老人身体健康,希望孩子健康成长,希望家庭和睦,工作稳定,这就是最大的财富了。 其实,无论一个人处于哪个年龄阶段,都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生活的标准的,因为每个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是不一样,只要尽自己的努力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,自己感到幸福,感到生活美满,那就是人生的胜利。